當一個人失蹤 多少會留下一些線索與跡證 讓警探去解開謎題 然而也有失蹤案是完全沒有任何頭緒的 一名擁有自己豐富精彩生活的青年 就這樣突然憑空消失 我們今天就是要講這麼一個離奇的案件 歡迎歡迎回到議事的檔案我是DK 這是我講過所有的案件以來最莫名其妙、最懸疑的 事件的主角傑森於1981年6月24日出生於美國的格蘭德艾蘭 他的母親形容他是一名害羞、安靜、負責任的好孩子 朋友都習慣叫他JJ 根據周遭人的說法 傑森在高中時經常性協助一名使用輪影的學生上下課 這邊可以看出他的善良性格 2001年6月13日 在傑森19歲的年紀 就讀社區大學的他 是在一間意大利的連鎖餐廳打工 那一天 餐廳因為人手短缺 傑森臨時被叫去幫忙 平時他都是開車去工作 然而當時他的車不曉得來修理廠維修 餐廳因此接到傑森的電話 我的側被送去維修了所以會晚一點到 我有請另外一名同事來接我去上班不用擔心 他的上班前先洗個澡 身穿芝加哥小熊隊的T恤 以及黑色的正裝褲和黑色皮鞋 並幫助他的弟弟麥克清理垃圾桶 那根據鄰居事後的回憶 在上午10點45分 鄰居就有看到傑森 把一個垃圾桶搬進自駕車庫 之後傑森就離開家門 前往與同事會合 他們是約在奧哈馬本身高中見面 順帶一提兩人都是這所高中畢業的 但是在11點15至11點30分之間 他的同事因為等不到傑森 就跑去附近的加油站 打電話給餐廳說 我沒有接到傑森 他到底跑去哪裡了 當然同事也有打電話到傑森的家裡 接電話是傑森的弟弟 弟弟並沒有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 還開玩笑的假裝傑森本人 後來同事因為真的等不到人 就先行去餐廳工作 非常不幸的是 從那時開始 再也沒有人見過傑森 很多人以為失蹤超過24小時 才能向警方報案 傑森的家人也犯下了這個錯誤 遲了一天才向警方報失蹤 這邊要跟各位宣導一下 台灣的規定也是一樣的 根據失蹤人口查詢作業要點 警察對失蹤人口報案 因不分轄區立即受理 不得拒絕 換句話說 只要你認為親友失蹤了 立刻就可以請求警方的協助 不要再傻等24小時 這些都是寶貴的黃金時間 但是問題是 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警局受理報案以後 並沒有展開調查 而是消極了應付傑森的家人 直到9天後才全面展開搜索 傑森的媽媽對此非常的不諒解 那你還記得這個 他與同事是約在一個高中見面嗎? 那警方首先就是調查該校的監視器 看有沒有錄到傑森本人 或是任何不尋常的狀況 但是呢 什麼也沒有查到 調查人員同時也訪談了 餐廳的同事與傑森的家人 但皆無任何可疑的跡象 有人懷疑 會不會他躲在社會某一個角落 遠離人群活了下來 當然這個推論也是無憑無據的 失蹤以後 他的銀行帳戶存有650美元 這些錢從來沒有被領取過 他房間也沒有被帶走任何的物品 就在失蹤一星期左右 傑森原本應該在當地學院的電台 89.7 The River 擔任新的DJ 但他始終沒有出現在電台的崗位 好啦 也許你會懷疑這是一起謀啊 那根據親友告知 傑森他沒有碰過任何毒品 甚至滴酒不沾 從未與他人節約 他就這樣人間蒸發 周圍的人想不到傑森遭到阿阿的動機與可能性 除非是遭到連環阿手 無差別式的攻擊 然而當時並沒有第二期的失蹤事件 真的沒有嗎 我待會兒講到這件事情 傑森的失蹤在美國引起的騷動 專門探討神秘案件的論壇 也有在討論此案 有人說 也許是鄰居謀阿了他 因為在他失蹤不久以後 鄰居就搬家了 但是只憑著搬家 就能指控他謀阿傑森嗎 未明也太道聽途說了 況且此案是連屍體 屍X可以講嗎 屍X不能講 屍體勒 屍體是台語吧 屍體看看 好 況且此案是連屍體都沒有發現的 那我們連傑森是不是離開世界 都沒有一個肯定的答案 再來這個比較熱門的說法是 傑森在前往高中 跟他同事會合的途中 遭到車子的撞擊 駕駛可能為了陶醉 就把傑森消失了 比如說是塞在後車廂的方式 但是問題是 警方已經反覆勘查所有的路徑 傑森經過路徑 當中都沒有發現可疑的煞車痕跡 撞擊痕跡 況且而且他的身高超過187公分 要抹滅他的存在自然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那會不會是有熟識的人 要在他上班的途中暗算他呢 不過首先我們已經講過了 傑森向來待人和善 未與他人結怨 二來他當天行程是臨時性的 是餐廳臨時請他過來代班 所以事先預謀這個可能性 難以成立 難道這個案子真的這麼懸疑嗎 我在網路搜尋此案資訊的時候 恰巧看到一則訊息 距離傑森失蹤不遠處 又發生了一起失蹤案 傑森是在2001年6月13日 跟所有人失去聯繫 而在2001年7月19日 另一名叫謝爾曼的19歲白人男性 同樣也失蹤了 根據失蹤網站的描述 謝爾曼在當天前往奧馬哈市中心 進行工作面試的時候 途中就失蹤了 這兩個案子似乎有驚人的相似處 失蹤者同為19歲白人男性 都是在路途中消失不見的 但有關謝爾曼失蹤者的資訊 非常稀少 所以我也很難做進一步的推斷了 我在想 連繁殺手這個可能性 我們是完全無法做排除了 他可能是針對19歲男性來做下手 但是我不知道美國警方有沒有聯想到這個可能性 也許自始至終 我們不是在談這個失蹤案 而是一起聯換失蹤案 當然以上只是我沒有任何根據的猜想 無論如何 傑森失蹤案仍然是沒有獲得一個解答 他的家人期盼有一天傑森會滿山的出現 親人的不告而別 是永遠的至親之痛 於是他們成立了傑森計劃 這是一個非營利的組織 旨在安撫失蹤者家人的傷痛 並竭力宣導失蹤者的資訊 傑森的家人 直至今日仍然相信 他有天會推開家裡的門 說聲 我回來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也喜歡這一類題材 可以訂閱我們議測答案 最近的演算法已經不再幫我們推廣影片了 所以如果大家沒有開鈴鐺通知的話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有上片 這個就比較可惜了 再來要跟大家說一件事情 我們異色檔案的硬頂老帽 終於做好了 我們採用大家的建議 從白色改成了黑色 從軟頂改成了硬頂 上面繡得懸疑的滋樣 正是異色檔案的精神 懸用台南在地的廠商 布料也都是台灣貨 之後有關帽子的消息 我們會另行公佈 好,那就這樣 我是DK,我們下次見,掰掰 chan ya 你最近知道雲的 你 家